德云社郭德纲最忌讳什么 熟悉德云社的网友肯定会这么说一句 那就是退出 因为京剧神童陶阳曾在舞台上对着师傅说过 自己最大的想法就是不退出 看到自己喜欢的儿子这么说 吓得郭德纲连忙捂着陶阳的嘴 而在7月14日 德云社于谦老师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于谦老师发文称 50多了换个工作有可能吗 并配一张跳槽的图片 这条状态发布之后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每几个小时点赞量突破12万 而转发评论了更是高达1万之多 看到这儿也看得出网友对于于谦老师的关心 当然对于于谦老师的说法 有的信以为真 而有的却表示这不太可能 就郭德纲和于谦的性格来说 于谦和郭德纲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郭德纲芒毕露 于谦性情敦厚 郭德纲的冲劲就像成为王者 而于谦却与世无争 从容淡然 但是于谦却对郭德纲一直不离不弃 确实把郭德纲当成是王者 称呼郭德纲就是我的角儿 于谦也说了 郭德纲要是像他一样 就没今天的德云社 信以为真的网友表示 今年过年以来 虽然于谦老师与郭德纲同台了不少 但是二人都在发展自己的事业 似乎共同的语言和话题少了不少 所以于谦老师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于谦老师也准备开始自己 影视剧的拍摄工作 为了更好的发展 为了专心做好自己的事业 不再德云社也是可以的 虽然这样解释有点牵强 但是这位网友也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那就是于谦老师想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 准备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当然绝大多数网友表示 于谦老师跳槽是不可能的 理由也是非常的多 有的表示德云社在相声界是一家独大 于谦老师如果去别的地方 不会有在德云社这么好的效果 也有的表示于谦过得刚相互扶持 一路走来他不会舍弃这番情意的 看到网友们反应这么强烈 德云社副总阮云平也不得不出来辟谣了 副总阮云平在直播的时候 就被网友问到于谦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阮云平笑了一下 亲口辟谣了于谦老师要离开德云社的八卦 说于谦老师没跳槽 只是接了一个商务计划推广 也就是一个广告单子 不会离开 原来是一个软件公司 请于谦老师去合作宣传 该公司特意给于谦老师准备了一个上班的工位 位置上放了说相声用的毛巾 醒目 折扇 还有一个壁纸 是郭德纲的壁纸 此外电脑的贴纸也是别出心裁的 用了于谦老师烫头的卡通形象 桌子上还赫然写着个大字 签大也专做 看到这儿 很多网友表示 于谦老师太不地道了 接一个广告 可把德云社粉丝吓坏了 其实这是德云社文案奇特之处 前阶段 郭德纲和侯震接的游戏广告 还称郭德纲身边有卧底 也让网友们心奇不已 其实仔细想想 于谦老师是不可能离开德云社的 他与郭德纲的友谊 经受了风雨的考验 两人第一次合作时 因为显为人知 每天都在北京郊区演出 被称为郊县之王 从逆境中走出来的感情 怎么能说是散了呢 郭德纲最难的时候没有离开 现在也不会离开 所以粉丝们不用担心 于谦一定会在德云社 继续做相声皇后 继续做郭德纲的模范夫妻和父亲 一起为中国相声多做贡献 一招